BYAC Creative 创用CC Creative Commons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创用CC使用的实力吧 我们相信 无论你跟创用CC熟不熟悉 认不认识 你应该已经在网络上 巧遇过它很多次了 看看 这是不是你所熟悉的维基百科呢 维基百科是全球最大线上协作的百科全书 总条目高达3400多万 中文的部分 也已经超过了84万 但是你或许不知道 维基百科占上全部的文字 都是以创用CC 姓名标示 相同方式分享 3.0条款所提供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当你在观看维基百科的时候 你是可以任意地利用上面所有的文字内容 只要你在产生衍生著作时候 能将衍生著作以相同方式来分享 但需要注意的是 文字以外的图片等等的媒体 则需要点击 则需要点进档案描述的页面 才能够确定 他们的授权 其实 维基百科的内容 亦同时采用 自由文件授权 事实上 过去维基百科 更是唯一 虽然它的实质内容 与创用CC 姓名标示 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权条件 很接近 但是 一般而言 它所产生的衍生著作 却仅能采用 Gnu自由文件授权 因此 就与创用CC授权不相容了 为了提高 不同开放授权之间 相互混用的便利性 在过去几年 维基百科决议 将原先采用的 Gnu自由文件授权的内容 再以 创用CC 姓名标示 相同方式分享的授权 释出 因此 目前维基百科的内容 是采取 双重授权的方式 利用人可以选择 最符合 自己需求的方式 来使用 越来越多的人 苹果G0V了 G0V是一个开放资料的社群 成立了一个又一个的资讯 或是非资讯的专案 这些资讯专案之中的程式码 皆采用开放原始码授权 而除了这些程式码 采用开放原始码授权之外 绝大部分其他的内容 都是采用创用CC的各种授权方式 每一个专案之间常见的授权 包含了 包含了CC0 CC5 以及CC5SA 那至于 个别的专案 实际采用的授权 就可以到 每一个专案的协作文件 例如Hackpad 上面来确认 值得一提的是 每两个月的大松 跟绝大部分的小松 这些大大小小的黑客松 通常都会进行线上的直播 以及将录影 释出 放到YouTube上 而这些直播与录影 也都是以 创用CC姓名标示 的授权方式 分享出来的 G0V的专案众多 就让我们挑出几个 来谈谈 它们跟创用CC之间的关系吧 首先 我们来看的是 蒙点 蒙点是将教育部的 字词点 开放出来的 民间版本 字词点 之所以要开发这个专案 是因为教育部 虽然有很完整的 字词点 但是教育部的网站 多年来都没有改版 而且 不是很好用 例如 没有登入的功能 却会定时 将使用者 自动登出 经由民间发起 将 教育部网站上 所有字词点的资料 砍出 开发好用的 蒙点 经由各方 响应协作 已经在 教育部 字词点的基础上 更加入了 英 德 法 阿美族 等不同语言 的字词点 但是 从教育部那边 获得的资料 却有 著作权项的顾虑 所以 一开始 蒙点 就是以 CC0的方式 释出 后来 经由教育部 正式 正面回应 他们表示 根本连想 都想不到 民间 会扩充 这些字词点 成为 这么完整的功能 所以 他们决定 将自己 手上的字词点 逐渐采用 开放授权的方式 来释出 并进一步 与民间配合 来进行 更好的资料开放 举例而言 原始资料来源 为教育部 重编国语 词典修订本 现在 就是采取 创用CC 姓名标示 禁止改作 3.0台湾的授权 而 蒙点 上面所产生的 音发德 对照表 则采取 创用CC 姓名标示 相同方式分享 4.0国际的授权 另外 还有第三方来源的字典 像是 两岸词典 这是透过 中华文化总会 所提供 而它是采用 创用CC 姓名标示 非商业性 禁止改作 3.0台湾 的授权条款 所提供 而历代的书体 或是字库 等等 都经由 不同的开放授权 所授权 蒙点来使用 自由贸易协议的 合理流程 应该是 先有行业对照 再来做评估报告 最后才是 签署协议 但服贸协议 却反过来 一直到了 签署的六个月之后 政府都还只有 行业对照的草稿 而且是以PDF这种 不容易利用的方式 放在网络上 基于民众 无法很容易知道 服贸协议 与自己的关系 进而产生 对此议题的关心 所以G0V社群 在服贸协议 签署的几个月内 就发起了这样的专案 试图以建立民众 自身关系的方式 促进民众 对此议题 主动的关心 本专案 非程式码的内容 皆采用 创用CC姓名标示 4.0授权条款释出 包括网站上面 所有的图像 与文字 而文字的内容 则包含了 以白话文 简易的方式 说明服贸协议的内容 Germando 号称世界上 最大的独立音乐平台 他允许 独立音乐创作者 展示他们的作品 并找到 正在寻找 新的音乐的 更多粉丝 站上的音乐 皆采用 创用CC的授权 供音乐创作者 发布他们的音乐 并且维护他们的权利 同时 还提供用户下载 和分享的自由 它的商业模式 能让使用者 自由下载音乐 并分享 而商业运用时 则对音乐创作者 支付报酬 透过Germando Pro的服务 以非常快速 和简单的方式 加上极具吸引力的价格 对专业人士 来销售 他们的音乐授权 是Blender基金会 在2008创作 完成并发行的动画电影 整部影片 从影片制作 到配乐 全部都是采用 开放原始码的软体来制作 制作技术与素材 彻底公开 而整部影片 也是采用 创用CC 姓名标示3.0的授权条款 所释出 全球之声 是由世界各地的部落客 以及翻译者 所组成 他们在一起协力 报导 编辑 翻译主流媒体之外的声音 而所有产生的内容 都是采用 创用CC 姓名标示 3.0的条款 释出 的名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